他們就是天生看不起人 港南的李慧玲都是想做少少藍血人 但是他沒有這樣的水平 他自己也想做藍血人 我們不夠班做 我們講開那個論壇是民主派的請合 但你公民當然沒有人來參加這個論壇 他被邀請的 當然有邀請的 他不來的 他不來的 他們真的對這些街頭論壇可能不照理 不想和你整合 因為以前來的這些交談論壇都是張超雄來的 鄭主席就偶爾來 其他有幾個很少出席這些交談論壇 一定不會的 很少見的 街頭的藍血人哪會在街頭和你爭吵 但他們有參加遊行的 遊行的一年一度或者兩年一度 一年兩度 阿太也來了 忽然民主也 大佬 真的 五十萬人上街當然會來 如果以前沒有五十萬人上街 看來不來 真的不是 所以這班人呢 我們都沒有什麼幻想的了 什麼民主派陣營 大佬 對不對 所以他們說 飯盒會我沒有去開 我們開來做什麼 我們今天叫阿偶 李維宜 可能免得看到這班人 我見到你 大佬我免得開不了飯 吃不下飯 見到這班人 我已經算是這樣的了 選舉完之後主動 叫何俊仁 喂 大家坐在一起說不用 不用 不用就不用 然後開會到現在為止 這麼久 沒有任何互動 不要說什麼 絕無任何互動 是否笑死人 沒有所謂的 你這樣對我 我也是那句 我最欣賞以色列的 小國寡民 不愧是上帝的選民 幾百萬人而已 你殺我一百 我殺你一千 是吧 他被整個阿拉伯國家 包圍著一個小國 喂 那些商場成人 有炸彈和你抱著死 死很多人 那些國民都不會離開自己的國家 我是不是以色列 不是開玩笑 喂 他有些在歐洲美國很成功 也賺了很多錢 他都回到以色列住 喂 很危險的 在商場上何時有個炸彈 不知道的 他有舒適的生活 不過 他為了要重建以色列 特別在五十年代的時候 真是很感動的 你看到那些猶太人 那種團結和犧牲的精神 很厲害的 真的 你殺我一百 我殺你一千 九七問題 哇 雞飛九走 很瘦神 哈哈哈哈 然後現在又回來 回來現在看到西頭不對 又不知道怎樣 那些副局長 一半有外國國籍的 大哥 那個就是最離譜的 十七個人之中 九個是外國國籍的 這個真的太過分了 對不對 不過現在他又有第二批委任 阿哥 又快來了 不過可能清債國籍才可以委任 這次是 這次一定清債 他是要你撥錢的嘛 又是 開這些位置 是吧 有時候說他這班人 其實有些人 他有沒有能力 你就不知道 他整單這樣的事情之後 他走得辛苦 過天 其實對他們這班人都不公道 是吧 問題就出在政府 是吧 你對他這班人都不公道 是吧 沒有辦法 你今天又不相信他 第一你委任了他 又不讓他出來見傳媒 你就不要這麼快說名 你有個時間表清清楚楚的嘛 你一說了個名 就應該讓他即時出來面對傳媒 展示給公眾看 我是有能力做這個位的 你就不是 那些掩蓋的名字 短的就是一個多兩個月 長的掩蓋半年了 大佬 今天呢 我們開這個資訊科技廣播 服事務委員會 就談那個 淫薩及北亞物品管制條例的資訊 那個資訊文件的題目 就叫做共享健康資訊 然後政府就告訴你 我沒有立場 沒有立場 就沒有共享健康資訊 現在那些不見 是吧 所以就是了 所以那些貿易 好了 今天那個panel 就是給民間團體發表意見 最初我一看那張list 十五個團體在他的資料庫裏面 有一半以上是文仔的外圍組織 還有工聯會 有婦女聯合會 名光社 這就是慣例的 好了 接著我們再提議三十六個民間團體給他 包括民間人權宣線 這個女同會 香港彩虹 你明白嗎 性工作者的組織清廟 新婦女協進會 給了這些 今天這麼厲害 整個會議廳坐滿了人 三十幾個團體的代表 結果反過來 保守派 只剩下三四個團體 其他全部都是 那份名單 是我推進秘書處 然後叫他邀請他的 告訴他們 今次呢 我盡了我自己 我要做的事 其他民主派做過什麼 沒有啊 不好意思 喂 他們資深一點的 全部我都在這裡教的 是吧 他們資深的 還有專上學生 聯會 中大學生會 浸會學生會 香港大學生會 離開 個個講三分鐘 真是精彩不得了 我告訴你 今天 真是講得好的 沒得頂 喂 蘇錦良 真是頭靈靈 我告訴他們 你看這些民意 當初你沒有想著 去諮詢他們 你明白嗎 當我關這一個政策 煩壽的時候 我已經跟局長說 哇 你這件事你收檔 是不是 你做什麼要管 你現在現行的 任司及物品條例 你是要修改 修改什麼 把任審註 大哥 取消他 你又是行政機關 又是司法機關 你哪有這麼愚蠢的 你明白嗎 剷走他 是不是 他現在說 取消了那個過濾 知不知道 還有那個十八歲 上網的過濾 因為他知道不成功 你知道什麼過濾性軟件 那些年輕人兩下破了你嗎 大哥 你的目的是 想他接觸不到那些資訊 你弄個過濾性軟件 他兩下破了你 還有那些ISP 他怎會和你合作 很多 所以你不是白癡啊 這個政府 想起這些糞便 你明白嗎 這個反映那些官員的質素 他不懂我怎麼看 不懂 這個某程度上也是 可能政府在高層 覺得有某個問題 對一個政務官去做 我的政務官一來不懂這些 今天有一幫女同志 小妹來的 真的說得好 拿個表出來的 現在有些網站被過濾了 已經在政府 他連明光社都被過濾了 很好笑 他舉個例子 說這個網站有暴力 色情 惹怒 令人反感 他是很僵化的 剛剛他 過濾的時候 他剛剛有那些內容 他可能是有來做 他看字的 軟件他不懂得看其他 我們有這隻字 他就跟你過濾 多好笑 在大陸就不讓你說 多好笑 這個賽事 真是面猛猛 你們明光社 原來有三級 大陸 拿路 令人反感 有暴力 被人過濾了 明光社可能是三級 不受歡迎 加計會都被人過濾了 你明白嗎 很可笑 政府不知道嗎 那些妹妹仔都知道 政府不知道嗎 真是走路上廣州 真是走路上廣州 很可笑 政府負責這些政策 和科技的官員 所以我今天的結論就是 你收檔了 你這份文件收回 你收回文件 這個問題本身要處理 為什麼你的政府官員 剛才你所說的問題 即是一些非專業的人士 都掌握到這些資料 即是七到沒有朋友 唉 真是 我告訴你 真的 不是低B成這樣嗎 真是好笑 今天很多互聯網專家 揭發他們 每個面猛猛猛 都答不到 旁邊那個鬼佬 那個資訊科技的總監 在那邊笑 那個新來的 在那邊笑 他打個電話給我 早幾天 在那邊笑 那個挺真誠的 在那邊笑 我來… 我來… 我來…